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要曬太陽 然後我發現 我一回到台灣 就是變成 我的斑點 本來的斑點就是淡淡的 會臉黑 然後要花幾個月 才會慢慢慢慢淡 對 很淡回去 我們都淡不了 我會回去 可是一曬到就又黑了 對 尤其是我皮膚薄 所以其實 我應該 所有問題裡面 斑點比較是大的 那這三個食材裡面有有潮汁的嗎 紅蘿蔔我很愛吃 然後芹菜 對 那請問一下營養師 這些食物真的會讓人 斑斑點點爬上臉 這麼嚴重嗎 其實因為一般人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檸檬 或者是什麼香菜 九層打 是感光的 其實像紅豆 紅蘿蔔 芹菜 它也是屬於感光的食物 對 所以當你比如說 吃的量很大的時候 比如像Ivy 什麼料理都有紅蘿蔔 這樣累積很多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你可能又 吃了飽飽的 然後出去 曬太陽 走路曬太陽 或者是像這種攝影棚陽光 燈光這麼強 其實都容易導致我們 黑色素的一個產生 導致黑斑的一個 就是在臉上浮現 對 所以其實在吃這些食物的時候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啦 其實量稍微控制一下 然後也不用馬上去接觸到一些陽光 除了這些食物之外 其實要提醒觀眾朋友 像有一些 比如說羽生用的一些香水 或者是用一些精油 像有一些 我們都知道柑橘類容易感光嘛 可是像有一些精油也是柑橘類的 比如說虎手乾啊 或者是羊肝菊啊 或者是玲瓏精油啊 其實我們在使用 有時候會直接拿這些精油來按摩 直接接觸皮膚 其實如果你在曬太陽也容易有這個味道 那如果一直喝羊肝菊 是 其實多多少少也會 因為跟皮膚接觸 對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類的東西不是只有我們吃的 我們平常在用的一些保養品啊 或者是你平常的一些 對身體一些 比如說有香味的一些東西 都要注意 老師也有講 不管是吃的 外用的都要小心 那怎麼吃 才能夠讓我們的肌膚白皙透亮 給臉告訴我們 有一天三顆蛋呢 站在一起 A蛋就跟B蛋說 你看 旁邊那顆蛋長得好奇怪 為什麼全身都是毛呢 於是呢 全身都是毛的 雞蛋就說 不好意思 我是奇異果 所以春天要吃第二道食材 就是奇異果呀 為什麼 他是說我是外國人 所以我的毛很多 王老師那個長毛的雞蛋 真的可以讓我們的皮膚 白皙透亮嗎 問題是維他命C啦 是 他們一直在強調 對 蔬菜類可能芽菜 剛才講綠豆芽比較多 那其實水果類 其實奇異果算是 維他命C裡面的前幾名 數一數二 他好像很多都排在前面 對 他的營養密度算最高 因為 維他命C高 最高不是他 對 像4加1比他高 4加太高 好像特量高 對 那他的話 因為他沒有那麼甜 大概他的膳食纖維很多 那因為維他命C 可以抑制我們這個 所謂的細胞母色素的 那個色素的層點 對 所以他可以有美白淡斑的作用 對 不管你剛才像 如果你一陣子 曬了 你再補充維他命C 多盡量防曬 對 感官食物盡量減少的話 那其實他就慢慢會淡下來 那維他命C 就有加速這個作用 對 那因為奇異果裡面還有 豐富的這個 其實人的皮 對 膚色不好 跟你的排便有關係 對 中醫都說嘛 這個大腸跟皮膚是 有互相關係 對 對 那如果直接貼在臉上 會有幫助 沒有沒有沒有 那只要在體內作用 體內作用 我們維他命C另外還要教大家 還要再加上一個秘密武器 有秘密武器 對 這個所謂 對 那是什麼 因為維他命C跟生物類黃銅 這兩個東西很好吃 難胸難弟 對 一加一會大於二 相輔相成 因為有時候維他命C 沒有生物類黃銅的作用 它會降低 那生物類黃銅在哪裡比較多 對啊 其實大家很簡單 一般我們吃柑橘 都有一層白白的有沒有 對 柑橘類的 檸檬 檸檬橘子啊 這些柑橘類 葡萄柚 都有那個白白那一層 我還把它剝得超乾淨的耶 我想 那個不好吃 以前小時候都不 對 你都不吃對不對 對 都把它剝到私放一邊 對 剝好一邊在那邊看電視 在那邊吃那個橘子 都不吃對不對 其實愛美 愛漂亮 要美白 要把私拿來吃 還有一個東西 要普遍的 就是 豆漿 好多了 對 大家如果聽過大豆異黃銅 對 類黃銅類 所以你也可以喝豆漿 吃一些高維他命C的食物 這樣搭配 所以我們那個 頭皮膜有這個有沒有 類黃銅類像橘棘類的 豆漿 那維他命C比較多 當然大家都知道 像剛才講的奇異果 番茄 拔辣 這一類的 那你搭配一起吃的話 或者是剛才我們那個 豆皮壽司配的豆漿喝 其實也不錯 對 也不錯耶 好 那奇異果的好處 竟然那麼多 那營養師要教我們一個 簡單的料理 今天教的料理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其實 它的名稱叫做 豆腐水果優格 他們很常常想到優格 都會講說 應該是牛奶做的優格 但是因為牛奶 畢竟它也是屬於 動物性的食物 可能有些人怕心血管 或者是 有些乳糖不耐症 他就不敢吃這些優格 所以我們今天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材料是 豆漿 就像剛王老師講的 對 大豆腋黃銅很多 豆漿 一開始你還是要有一個原菌 就這些菌 就是你可以去買 比如說 一般原味的優格 對 優格把它加進 對 用來做底 那等到你之後做 比如說做成了之後 你就可以挖一點出來 做成下一次的 老師等一下我沒聽懂耶 你是說 我們買了豆漿之後 買原味的優格 把它加進來 之後它就會放多久 大概放18到24個小時 放還不是這樣 常溫嗎 常溫 常溫 然後 常溫 然後記得不要用保鮮膜 因為還是要給它一些空氣 讓它做一些作用 所以你可能放下去 大概是 1比10的這個量 就優格的量 跟豆漿的量 而且記得豆漿要買原味的 有加糖 對 有糖 除了是因為負擔的關係之外 我自己有做過的時間 有糖的會比較難成功 有糖會比較不同發酵 那像Evy剛剛說有 有機店 就是有賣一包一包的那種 原生菌 對 原生菌 就是一般之前我們教大家做 豆牛奶的優格的那個菌 可以做豆漿 至於說如果你是優格的話 你就是1比10 1比10 然後記得要把這個菌稍微的 就是化開 因為它不會 你放下去它不會直接化開 對 所以稍微要把它攪一下 然後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你也不用冰冰箱 就放在廚房的陰涼處 然後把它用一個 比如說蓋子 或者是餐巾紙把它鋪好 然後就完全不要動它 然後它大概18個小時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真的 就很像優格 對 柯老師如果說夏天 天氣很熱到30度呢 那可能放的時間 就要稍微短一點 因為它的作用就會比較快 還是放在外面嗎 還是放外面 對 還是放外面 所以它常常看 它只要零體也就算好 對 就OK了 對 然後接下來當然 因為這個本身是沒有無糖的 對 所以我們可能就加一些 你喜歡的一些水果 像剛剛我們講的奇異果 對 可以讓我們美白變漂亮的 對 奇異果 而且它也很有口感 對 家裡的小朋友就可以當作 放學的一個點心 對 然後也可以加一點葡萄乾 葡萄乾 對 葡萄乾 對 不是 它準備很多點心 小朋友已經十幾種 不是 其實如果顏色搭配的話 我會建議也可以放那個 它比較紅 可能顏色味更漂亮 對 然後加點香蕉 因為剛才這些水果 都是屬於比較酸的 對 所以我們就 當然你也可以加一點木瓜 木瓜也OK 配一些甜的水果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有兩種吃法 一個就是你可以淋上這個藍莓醬 因為藍莓醬裡面花青素很多 對 這個藍莓醬就是我之前在節目上 有提到你可以去超市買一盒藍莓 回來不要急著把它吃掉 你放一個禮拜 它就會甜度就會慢慢上升 對 因為很多人直接吃藍莓 他會覺得怎麼那麼酸 沒辦法吃 你就放一個禮拜 然後再加一點水 其實連糖都不用加 就打 打完之後它就會變醬 然後你就可以醬把它淋上 而且是自己做的 好濃的感覺 對 自己做的真才奇妙 然後醫師叫我回去做對不對 對啊 好啦 我懂我懂 然後最重要的 還好你算聰明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說 豆製品其實跟我們的皮膚有關係 跟它的大豆一黃頭 對 而大豆一黃頭我們怎麼樣增加它的吸收率 就是這個秘密武器 除了它本身對皮膚就好之外 它還有一些油脂 可以幫助我們大豆一黃頭吸收 對 最重要的是要 對 而至於說膠原蛋白 除了它對皮膚好之外呢 如果它讓它的功效更加分的話 你就要有 的存在 因為我